那么接下来第38讲 38讲官员第一权 那对于第一权的话 先看第一句话 第一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 利用他人的不动场 也提高自己不动场的效益 他人的不动场是公益地 那么自己的不动场是须益地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给大家理解一下 不用看讲义 我举个例子 关于第一权 这个案子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的房子在后面 你的房子在前面 那这个时候呢 我呢就想远看远处的风景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就跟你签订个合同 合同是这么说的 在十年之内 你不得建高于两层楼的房屋 我一次性给你一百万的补偿 因为我严说有钱任性 我要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你不要建高于两层楼的房屋 对不对 这是一个第一权合同 那第一权合同的话 我们都知道第一权在什么时候设立 我们在讲物权变动的时候 告诉过大家 第一权在合同 生肖时就已经设立 未经登记不能对抗 善意的第三人 我们待会再给你们讲 什么叫未经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来了 我跟甲签订一个第一权合同 合同一生肖 第一权就已经设立了 那我严说叫做第一权人 第一权人所在的这块地叫做什么地 第一权人所在的这块地叫虚意地 对吧 就需要使用他人土地的这块地叫虚意地 然后乙同学 我是甲 你是乙对吧 乙同学所在的这块地叫公义地 是供别人使用的地 那叫公义地 明白没有 好 这是关于第一权 那第一权可能会有跳腕第一权 可能会有取水第一权 可能会有其他通行第一权 都是有可能的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权的一些考点 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个通行第一权 比如说 举个例子啊 如果根据历史所形成的道路 我的房子在后面 你的房子在前面 要回到我家 必须经过你家门前的土地 这叫什么 这叫相邻关系 这是历史所形成的道路 这叫相邻关系 没有合同约定 对吧 接下来 后来我家发达了 我家有钱了 因此呢 我就跟你签订一个合同 是这么说的 我现在要开车回家了 这条路太窄了 对吧 我要扩大这条路 要占有你家的土地 我呢 就给你多少钱呢 我给你一百万 扩大土地 我要开车回家 开什么车 拖拉机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历史所形成的道路了 这就不实相邻关系的问题了 这是什么 通行第一权了 明白为什么 OK 所以一定要记住 第一权和相邻关系 它重要区别就在相邻关系 是什么 法定的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对吧 而第一权是什么 约定的 明白没有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第一权的取得 一百五十三页 第一权在第一权盒中 生效时设立 不需要登记 但是未经登记不能对抗三一单 第三人 那第二句话 约定的地权的期限 不得超过虚地和公益地上的土地城堡 基因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剩余期限 那很简单 对吧 如果这个还剩下十年 土地城堡基因权还剩下十年 那么地权也不能超过十年 那最后 土地上已经设立土地城堡 基因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力的 未经拥有权人同意 虚地或者是公益地上的所有权人 不能设立第一权 OK 好 这是关于第一权的设立 反过来154页 看一下第一权的性质 第一权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是重属性 第二个是不可分性 好 只要你掌握了重属性和不可分性 第一权的所有考点完全掌握 好 看这里 不用看讲义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重属性 就是我要现在给你们介绍 什么叫做未经登记不得对 看上义的第三人 看这里 我加在后面 我是假 对吧 以加在前面 OK 那么我们双方签订一个第一权合同 合同一生效 第一权就设立了 双方是这么约定的 以不得建高于两层楼的房屋 假一次性给予一百万的补传 这个时候是一个跳腕第一权 对吧 好 来了 请听 如果这个第一权设立之后呢 请听 第一种情形 假呢 就把这个房子卖给饼 假把自家的房子卖给饼签订买卖合同 登记购户到饼的名下 那饼就取得房屋的什么权 所有权 那饼取得房屋的所有权的话 根据第一权的重属性 请问一下饼取得第一权没有 取得了 只要假把房子卖给了饼 饼是什么呀 所有权人的 那饼就取得了第一权 所以呢 这个时候根据第一权的什么权 重属性 虚异地权力主体一变更 新的所有权就已经取得第一权了 那你告诉我 饼能不能静止以而建高楼 可不可以啊 可以 对吧 这是第一种情形 考的是重属性 掉 如果不是假把房子卖给饼 而是已把房子卖给丁 来了 诸位 已现在把房子卖给丁了 这个时候呢 登记购户到丁的名下 丁就取得房屋的什么权 所有权 那丁取得房屋的时候 丁就要建高楼了 这个时候请问一下 假能不能禁止丁建高楼呢 假说我有第一权呢 好 来了 那么假的第一权 请听了 这个时候就看他第一权有没有登记 假跟已之间签订第一合同 对吧 第一权合同 合同一升上第一权就设立了 但是假设没有登记 那没有登记的话 已把房子卖给丁 登记过后到丁的名下 丁知不知道这个房子上已经设立第一权 知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不知道的话 丁就是善意的第三人 因此这个时候第一权未经登记 不能对看善意的第三人 所以丁就可以建高楼 明白没有 假就禁止不了丁建高楼了 换一下 如果假和已之间的第一权合同 一升上 而且进行了第一权登记 那么登记了 已再把房子卖给丁 这个时候丁在过户的时候 看到第一权登记没有 看到了 看到了 他就是恶意的 恶意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假能不能禁止丁建高楼 可以 丁就不能建高楼 明白吗 这就是我们那句话的意思 叫做第一权在合同 生肖时设立 未经登记 不能对看善意的第三人 只有登记才可以对看善意的第三人 能理解了吗 这里要解决的就是第一权的重属性 好了 那我给大家总结一句话 你把这句话给掌握 就搞定了 把这句话给掌握 154页 重属性的1234的第四点 前面三点 总结起来就是第四点 前面三点 总结起来就是第四点 把第四点掌握 就全面掌握了 虚异地权力主体变更 受让人继续享有地权 那就是刚才我举的例子 假所在的这块地叫虚异地 虚异地权力主体变更 假把这块地 或者是假把它的房屋 卖给别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根据地权的重属性 并自然取得什么权 第一权 那第二句话 公益地权力主体变更 就是一把房子卖给丁 这叫公益地权力主体变更 这个时候未登记 第一权人不得向受让人组终 第一权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未经登记不能对抗 善意的第三人 明白了吧 好 这是关于重属性 那不可分析 那不可分析很简单 第一权集于虚异地的全部 也集于公益地的全部 不会因为虚异地 或者是公益地的分割 或者是部分转让 而受到影响 所以如果甲对乙的房子 OK 设立一个跳腕第一权 那乙的房子 本来是一个所有权人的 现在如果这个房子 分成两个所有权人 三个所有权人 四个所有权人 比如说一楼二楼 三楼四楼 对吧 每楼都有一个所有权人 那这个时候第一权 集于什么 每一个都集于全部 明白为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不可分析 那么解决了第一权的性质之后 最后第一权的消灭 那第一权的消灭很简单 有五种情形 第一权消灭 比如说土地灭失了 第一权消灭 目的事实不能了 对吧 还有第四抛弃 第五就是存续期间戒码 我们重点给大家看一下第三个 就是第一权合同的解除 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第一权合同的 第一个 第一权人违反法律规定 或者是合同约定滥用第一权 什么叫滥用第一权 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看这里 甲的土地在这 乙的土地在这 那么甲和乙签订一个取水灌溉第一权的合同 OK 甲在乙的土地上修水渠来取水灌溉 那么这个时候呢 请听 他修水渠的话 其实一米宽的水渠就够了 但是甲在乙的土地上居然建了五米宽的水渠 那这个时候叫什么 滥用第一权 那滥用第一权的话 公益地的权链就可以把合同盖解除 合同益解除 第一权随之 消灭 那第二种情形就是 有偿利用公益地 甲在乙的土地上建水渠取水灌溉 那么这个时候甲是要给钱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给钱 预定的付款期间已经借满了 然后呢 在合理的期限内 要经过多少次吹高 两次 经过两次吹高 仍然没有支付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公益地的权链 也可以把合同给解除 合同益解除 第一权随之 消灭 好 这是关于第一权的消灭 要注意一下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把合同给解除 合同益解除 第一权随之 消灭 那么就解决了 这是关于用义无权 OK 我们来总体回顾一下 用义无权 一般情况下有三大权能 分别是占有使用和收益 对吧 有以下五大用义无权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土地 承包 经营权 针对的是农村土地 第二个是建设用地 使用权 针对的是城市土地 对吧 一般是城市土地 部分农村土地也可以 第三个是宅基地 使用权 那当然是农村土地 第四个是居住权 针对的是什么 住宅 只有住宅 才可以设立居住权 你能不能在别的山铺上 设立居住权 不能 只能是住宅 对吧 那么这是第四 那第五是什么 地权 OK 所以呢 就这五大用义无权 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最重要就是土地 承包 经营权和居住权 搞定了 中文字幕彦权 中文字幕联傑 中文字幕彦权 中文字幕彦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